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为5万也应该相当理想 当时还说 事前不单止在这个节目 亦都跟记者说 我们5万为目标 10万我觉得很理想 绝对理想 现在要22万 变成为目标要大了4倍多 爆灯了 爆灯了 当时还有一个计算 为什么要5万呢 我们就说 我们筹钱目标就是50万 后来最理想的目标80万都达到了 我们又算一算 政府去搞选举 即是立法会选举 区议会选举 过往最近的几次 我们用政府付出的资源 就是它得到的所谓市民真的投了多少票 除了他的票值 发觉政府用的 公币 其实公币 虽然有政府用的 是150元左右的 如果是这样计算 80万除了除 4千票就够了 我们现在不是用这个指标 因为我们在推展这个 网上投票便宜些 所以不如承大10倍吧 4、5千变成4、5万 那时候已经是目标了 当然及后现在有20多万 还有很多市民很认真很辛苦地出来 在街上投票 我想参与过投票的市民 我们的义工和我们自己 都是非常感动的 其实你20多万那里有多少是网上 多少是真正走过来的票箱头 我们也有些数据 如果真的到站头投票 就是有85,000 大概是三份一不够 网上便是其余 但网上我们也再分开两类 一些就是真的上一个网站 即在互联网 电脑等等上 另一类是用手机 因为我们今次开发了智能手机的 所谓程式 流动程式 Apps有分兩種 即是iPhone那種 另外就是Android那種 合起來來說 上網的就是66,000 即是電腦上網 流動手機是72,000左右 即是說 如果分拆了三類 始終來站的人多一點 有80,000多 用手機是70,000多 上電腦是60,000多 不過我們原設計不是很想那麽多市民出來站投票 因為我們希望方便市民 所以設計了一個程式 有手機程式 讓大家很舒服地投票 但公公婆婆當然需要出來站 但後來整個計劃 最後一天都打亂了 初初發生甚麼事 你說一下給我們 初初你打算是網上的 你主要是開一個還是兩個站 初初 我想最初就是籌錢目標 但去到真的籌款達標 我們就說全港開五個大站 五個大站 盡量在五個區 你可以想像我們原計劃 就好像現場那樣 五間理工那樣的站頭 就可以在五個不同的區 最理想 我們集中資源做好每一個大站就算了 五個站以外 其實我們就沒有預計有票站 大家就上網 手機 用這個設計 我們當時的想法就是 票站 真的到站 就留給兩類人用的 一類就是他不熟悉電腦 包括公公婆婆等 變成了可能他來到站 或者有人動員他來站 都沒有所謂 但是在站 一來有人協助他 二來他不習慣電腦打電腦 變成他不用太擔心 投票不關他的事 這是第一類 第二類是原設計 現在我們也是這樣 不過因為大量紙張就有點不同 原設計就說 你在網上投票 他有缺陷的地方 因為你用身份證 要有智能手機 可能你沒有智能手機 或者你的身份證 你擔心被人用了 就是人騙了你有身份證 你來到站頭頭 那一票因為有身份證 做一個記錄 就是你有沒有投過票 如果你在網上投過票 不要緊 你來站 我們就要掩蓋網上那個 就是給你一個保障 因為你來到站 有個身份證 真的來了 那就最穩陣 所以就算你是很熟悉電腦也好 你說我也是想到站 因為我擔心我的身份證被人用了 那就沒有問題 原設計是這樣 不過後來我想現在大部份市民 都是到站 而且還不止 到站 我們原設計到站都不用用紙 即到站都是用電腦 不過教你比較方便地用電腦 但現在到站 基本上絕大部份都用了紙 為甚麼呢 這個就要講整個過程 即在選舉的過程 不如你講到開頭 為甚麼會被人 你記不記得你上次來 我都已經說了有黑客的 不過你也沒有辦法 你講是否真的有黑客入國侵 現在當然我們相當肯定 因為我們報了警 警方也有做一個調查 當然他紫色的調查 他現時拘捕了兩個黑客 他說 這些及後我們就不知了 其實市民知道這麽多 我們這麽多 但在我們報案之前 其實是講了3.23的晚上 系統出現問題 對 某夜都有很多專家 在這裏做很多的研判 究竟何時有甚麼事情出現 大概晚上那個位置 我們都相當肯定 是有黑客入侵 真正出現甚麼情況 其實我們就是看到系統 開始的時候 我們在講3.23 凌晨就開始了 網上投票 先來網上投票 最初也問題不大 就是交通濕濕 因為突然有很多人上下 自然是慢了 我們是明白的 但是到凌晨開始 到3點左右 已經順暢了 因為那些人睡了 繼續試的 是沒有問題的 系統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負荷就大了 比原先的負荷大了 但是到第二天 真是3.23的早上 原科案就9點開始 票站投票了 我們就發覺整個系統 就7點多鐘 就叫做 就單機了 7點多鐘 就剛剛是我們開站前一點 因為系統癱瘓了 很奇怪的 因為我們網上投票 我們在講短訊 電腦那些 其實是一個系統 另外到站頭 雖然都是電腦投票 它是另外一個伺服器 兩個系統 但是到7點多 一起倒閉了 一起倒閉了 就麻煩了 因為你網上投票 或者手機投票 你最多很激氣 投不到 即是再按幾次 或者你覺得浪費錢 等浪費時間 但是票站投票 你真是來到 都投不到 來到就預計會 好像平時那樣 總之進去排隊投票 但是大家開始到站排不到 即是投不到票 就開始在站上交通濟濕 所以後來就要很快去轉紙 即是那時臨時轉票 即是你沒有印定那些選票 我們沒有 終於轉紙的過程都有點複雜 你沒有去轉 那怎麼辦 首先沒有印定選票 我們第二天就印好 印十萬張 即是正式一些選票 但是整個第一天 三二三 就沒有選票 那沒有選票 那就到我們說 轉紙張的時候 那怎樣轉呢 那就是多種思考 即是有很多思考 但是基本上你可以當 有兩個時段 第一個時段 差不多是前線 立即要處理 就說很多人在等著 排著 排了幾個小時 系統還是不行 那些人會鼓掃 那就是為了要即時疏導 大家市民 那有些站頭已經說 我們就給你一張紙 即是給你隨便一張紙 寫了你的選項 就扔下去票箱 當然拿對摺票箱等等 但另外我們要身份證核實 那些站頭 就是我拿張紙 即是你來了 那個人 就核對了這個身份證 就寫下 變了有兩個名單 一個名單 身份證名單 但另外那些紙張投了下去 他們開始了這個步驟 到我們再談一輪 就我們覺得這個不妥 因為到我們後來要核實身份證 即是他來十次 你寫十個名字 或者他來這裡去那裡 就扔下去 撈不出來 所以我們後來一點點 就中午一點點 就決定 好了 即是紙張可能都是要先臨時住 即是當時不知道機器何時起 臨時住 但是就用一個保險這個方式 就是有一個相核實的投票方式 化簡來說就是 你寫一張選票 原來是你自己寫一張選票 你出個信封了 麻煩你 我們正在買的 不過你帶上信封了 如果可以 就把你選票的選項 自製選票寫了 就入到信封裡 封實它 然後在信封外面 就填上你的身份證號碼 而這個身份證號碼 是我們核對過的 即是說這個信封 密封了的選票 我們當個策 即是扔下去的時候 是一個真正的 真實的人士 核對過的 這樣就扔了下去 如果你來 投員又來 你可能扔了十張下去 這個身份證號碼 我們就見十次了 但是這個系統 因為系統下降了 那你是不知道 那你是不知道的 那唯有 這十張選票 如果是重複那十張選票 就齊齊在票箱裡 那到你開票的時候 就拿出來 那開始核實身份證 因為我們 不用即場核實 可以打入電腦 再希望系統上回 那樣 那一核實說 這張選票 這十張是重複的 那我們就扔了 第二至第十張 因為那些是重複投票 不容許的 那些票就不用拆了 有沒有 有沒有 有 有 即是我們後來肯定是 重複的都有三千多票 那麽多 有三千多 但我們說二十二萬 即是你扔了它 我們終於有一個困擾 因為到二十四日開票之後 因為初頭這一種 即每個選票 即每個選票 指張選票 核實了身份證 即是用信封核實了身份證 過關才拆 不過關 即是重複就扔 我們做了一段時間 但是發覺要很長時間 還有如果繼續這樣做 做完那六萬多票 我猜 今天拖才做完 所以沒有辦法 所以後來 就不理了 就說 我們入了身份證 分開入了 總之入了身份證 而是核對不到的 將選票再拆開 完了之後 我們就用真是所有身份證 就發現有三千多個是重複的 重複呢 當然有很多理解方式 因為可能有人騙我們 三千多個試我們 但我們對當日情況的估計 我們覺得市民不是想騙我們 大部份市民不是想騙我們 他想做甚麼 而是他在一個轉接時間 轉接時間一轉了紙張 他們用第一個系統 即是寫身份證 扔了下去 寫身份證扔了下去 後來到若干中頭之後 我們又說要用信封 之前那些票 不知道算是否算 我們初步當時是不算的 我聽到相機聽到 你說你們扔掉它 沒有信封那些 所以很多市民 可能回頭再投 令到後廊核實有 即比較混亂 因為混亂 但我們都明白的 因為我們當時的應變措施 根本最大的考慮 就是不知道系統 甚麼時候可以修復 我們當時的想法 就是等多兩個小時可以修復 那些紙票就不用投 即是不用處理它 或者是要處理的是少 即可能是說幾千 我們就做了 但現在說了六萬 那他們甚麼時候才修復到呢 很遲 23號基本上修復不到 全天都沒有 這樣說 因為我們有 票站系統 又有手機網上系統 網上系統 一直都修復不到 到深夜 即變成24號的凌晨時分 便開始走回 手機呢 一樣 手機和網上系統 都是那個系統 都是凌晨 都是凌晨 24號的凌晨 所以如果不把投票時間延長 其實大部份市民是投不到的 不過我聽說 很多人都是投不到 因為我自己都是入去入不到 手機 電腦 24號都入不到 24號就看你甚麼時候 因為24號系統 開始暢順之後 那些人就知道了 開始投了 因為有些時段 然後大量人有上去 即是有濟濕 即是有濟濕 那我們 即是我們專家 就檢查一下 其實系統 即是23號已經說了 有人入侵 24號還有沒有人來呢 即是有沒有人搞呢 專家都說其實也有些 還有人搞 也有些 即不是很嚴重 但其實是有人搞的 所以我們都不知道 即是其實講到24號 我們估計是濟濕的情況 是多一些 即是網上 但可能有時 即是濟濕之餘 又被人搞一搞 有些時段是煩一煩 那系統又會麻煩了 但我們講的就是網上那個 即是手機網上那個 就到24號才基本上恢復 但是 票站那個呢 票站那個呢 基本上 一路都不算暢順 因為當它單了之後 就開始修復 那修復的時候 就路路逐逐 在想這些方法 即這個是電腦專家告訴我 他就逐個票站收復 應該說逐個機收復 因為原先是安排很好 即是大家一起投票 但突然間發覺 這個系統不行 那他就開始 逐部機 即是說在票 即每個站都有很多電腦 被投票 他就逐部機 按照這個 他的地址 電腦地址 即是IP address 就特定為這個機 做一些功夫 就等它很暢順地進來 於是就逐步逐步進來 可以這麼說 23號的下午 那些機器 陸陸陸續續收復 但是不穩定 而且已經轉了紙張投票 所以整個操作 和市民的期望 都是用紙張 後來就有 全部只 百萬多 我們聽到你們說 一早就開始點了 是不是 都不等那些票站關門 你們就可以了 可以了 票站關門再拿回來 因為一來我們 雖然是延長了 但是也是在說 24號的4點鐘就想折 但實際上有些 賺到5點多6點 因為那些人真的來了 太多 那我們第一 就希望市民投票 所以就當6點 或者4至6 你把那幾萬票搬回來 還有信封要拆 我想真的 點3、4天才點得完 那沒辦法 當然不可以了 那你現在是想 525之前開股 那我們原意是23 3、23晚上就有了 那就可以了 不過總體來說 你都很開心 雖然很辛苦 很辛苦 其實很多同事都很辛苦 你就自己坐在哪裏 你坐在你自己的總部 我本來就有個行程到處視察 但是半日 即23號去到11點多鐘 就取消了 直接回到總部 從頭錯到尾 看一看他那裏怎樣被人攻擊 你又不是專家 你又什麼 你都做不到 我都做不到 當然就 由第一分鐘開始 其實都不是九點鐘第一分鐘 即是由凌晨第一分鐘開始 我們那些電腦專家就看著 系統很暢順 2、3、2、3點就暢順了 我沒有問 不過我感覺到我們專家都睡了2個小時 即是他輪班制 但基本上那個系統 就有2個小時 很暢順的大家休息一下 然後迎接第二天 六、七點大家又開始看 七點鐘就開始出事 那一出事 即是專家已經在這裏 那他們當然是路路逐逐去看有什麼事 還有很快去我們都要周圍請教其他人 第一個當然是請教我們大學的電線機系統 因為它是有一堆的設施 是為今次而準備的 看他們的專家講了聽什麼 接著搞了一段時間 我沒有辦法 我們在街上走 那麽多時間回去問他們 經常問著怎樣 最怕有什麼時候起到機 一直都起不到 專家說是什麼事 其實一直那個 研判就一路一路逐些逐些找 就在早上 真的票站等著開 又開不了那種 我第一個問號就是 問我們的專家 自己的專家 是我們系統自己失敗了 還是受到外面的干擾 起碼我想知道情況是怎樣 他都相當確定 就是有了外來的干擾 於是 但是干擾是什麼 還要搞很久 因為那個系統 尤其是那個伺服器 又不完全在我們的控制那裏 而有一部份是在大學中央那裏做的 所以要找他們的專家 再找究竟有些什麼事情 那個轉接期是很複雜的 但是我們很想 或者我也很想 即是 什麽問題 不要想起不起到機 可否先解決它 可否先夾住一些什麼 但發覺都有點複雜 所以從那裏開始去問 整個3、2、3那天 即我們的專家就開始 越來越多專家問 即問完中央 即大學中央 開始問一些民間友好的專家 後來要聘用一些專家 尤其是晚黑 修復之餘還要看管系統 即盡量如果有人來 我們馬上知道 以及做些適當的應變 所以就動員了很多專家 到後來就報警 警方就24日下午 即我們報案 我們正式叫1點半報案 24日 他就抓了幾個專家 就來 一來問二來看系統 從那裏開始 我已經不知道他實際上在做什麼 我知道整班人在做事 聽到新聞說 好像說一百萬人一起入侵 是否這樣 即才弄到你癱瘓 我們來解釋一個程序 當然我當時是在香港電台說了 有一個訊息 他們一開始時都誤報了一點 就馬上聽到跟證 是什麼呢 這個每秒一百萬的點擊 就不是三二三那天 因為那天是怎樣 我們都還要 現在都還在找 但是那個情況是三二一出現的 因為是我們正式開這個系統之前的兩天 就是三二二一 即是你試做嗎 已經試做了 三二一那個試做是怎樣 就是三二一其實就是有學界影子 全民投票的 即是有些學校是用這個系統 就做一些網上投票 但這個沒有問題 因為這些是屬於票站的投票 在學校裏面 就很安全很穩陣 而且都很暢順 但是同日 三二一那天 我們是請市民 就是用上網 手機可以試做的 即是三二一是一個演習 當然不是太多市民演習 因為 我們也不知道有這個演習 我們有公佈 不過大家不知道 也沒有錯 太多其他新聞 沒錯沒錯 也不是太多市民參與 但是系統正在測試中 那天就有人已經襲擊你 沒錯 那天的兩點多鐘下午 這個由我們大學中央的電腦系統 就告訴我們 雖然它沒有癱瘓我們的系統 因為始終都不是很多負荷 但是就告訴我們 有一個這樣的不尋常活動 就是應該是一個襲擊 就是那個尖端 即是高峰期 就是每秒一百萬的點擊 這個當然就不是人手可以做的 一定是系統性的侵襲 以及應該挺高科技的一個侵襲 所以他們在321就告訴我們 我們本身的專家 就知道有這個情況 系統沒有想到 於是要想辦法去倒截 即是如果323又出現那怎麼辦 他們倒截的方法 專家告訴我 就是我們看看那個323的來源 321的一百萬點擊的來源 在哪裏 在哪個IP 這樣就把那些IP 即擋了去 讓它以後不要過來 還有我們一早都說了給大學中央聽 就是我們希望 因為系統有一半在他們那裏 就堵截了香港境外的電腦 他們就盡量做 但是後來我們發覺 現在都還在談 可能不能夠完全堵截的 因為有些電腦地址可以 所謂攀牆架毛 即它來源可能是境外 但是它又不知怎樣 變身變了一個境內的香港地址 你便摘不到它 有時摘到懷疑 我們便問電腦中央 即我們大學中央電腦系統 這個我們看起來好像是境外的地址 但是它亦都告訴我們 又不是 在他們那個程式裏面 這個是屬於境內 大家爭持一下 我們知道這些灰色 日後再講技術上是怎樣的 但實際上21號出現了這個 23號是暫時都見不到 1秒多少個點擊 但那個又出現了 但又多多一件事 就是21號之後 即做了這個功夫 即見到有100萬 每秒100萬 到322又另一個不尋常的情況 就是我們有兩個職員的電郵密碼 是被人進來改了 噢 這麼厲害 到它發現的時候 再看回應該是已經改了整個小時 可能裡面做些甚麼我們不知道 即完全不知道 但是有些擔心 即有另外一些人或另類客客 或者另外甚麼都不知道 它又不是癱瘓系統 它基本上是屬於盜竊 即進入了系統 因為有些 它拿的那些賬戶 其實裏面有很多敏感的資料 尤其是我們電腦系統那些 可能很多的密碼 都會 即如果有心可能會找到 但是我們知道 那就馬上就改了密碼 就是這麼多 現在你說串聯起了 323也有些不尋常的活動 我們都找不到圖像 既然報了給警方 就由警方處理 我相信警方也不知道找不找到 它是拘捕兩個人 它現在是拘捕兩個人 我們都是看正式的新聞公佈 它就說已經拘捕了兩個人 要繼續調查 有沒有其他 即是兩個人以外 有沒有其他的黑客 就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所以繼續研究 就算這兩個人 好像現在是保釋的 就要警方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繼續調查 才再做一步行動 我們知道是這麽多 那就看看它怎麽做 看看是否抓到 是否國安 國保 那些 一定不會 那你那晚點票點到幾個小時 才宣布 到324 324的晚上12點 即是剛剛踏入325 將數字公佈 點票的時候都很辛苦 很辛苦 因為有這麽多 即是有突而其來的選票 都搬回到那裏 都搬回到那裏 因為各個票站 是沒有預計 好像政府那麽變成點票站 即使哪裏點票站都很複雜 在外圍點票 大家未有訓練 可能有很多亂子 還有一張身份證號碼 寫了信通道 我們很害怕遺失一張 真是吵架 但反過來也這樣說 即是有些不幸 亦令到大家很辛苦 但又不知為何 可能刺激了很多市民出來投票 即是我們辛苦了很多 很多結果 但最終的結果或者成果 就完全是超乎我們預計 對 你在電視上都見到那些人 是要排隊投 他假都不給我投 這個都沒得投 其實兩個都是假的 那個千二人的假 他不能投 你這個都是假的 有了親手 他投 都不給他投 搞了 即是香港人真的很善良 很善良 而且我自己很欣慰的 就是除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而且路陸續續我們可以見到 我自己一個很大的感觸就是 就是出來投票的市民 可能心裏面都有一些怨氣 這個怨氣無論是對選舉制度 對特區政府 對候選人 甚至對我們都會有一些怨氣 哇 搞到這麽麻煩 或者對黑客有些怨氣 但是我在他們每個人的投票排隊 在他們的過程裏面 我是感受到他們是很文明的 即是他們這一種的怨氣 他們不會出來說髒話 不會叫口號都不會 但是很安靜地投了票 直接就是走出來 故事就是有很多人真的很辛苦 那些公公婆婆 老遠地投一張票 可能叫做沒什麽用的票 但是你問清楚為什麽呢 原來他們內在那種的力量 內在那種的堅持是很強的 在這種堅持又能夠這麽和平理性 那我就覺得難得一見 你說多一次的結果給我們的聽眾聽 好 投票結果 投票結果 如果我們用222,990票 那麽計算是二十幾萬 那麽就用這些逐票來説 那麽就分開四個選項 因為有三個候選人 加一個棄權選項 那棄權選項是最多人選的 就有整十二萬幾票 那這個十二萬幾票 就是五十五個巴仙 即是五成半 那就是最多人選的選項 那其他講三個候選人 那就梁振英是得最多的 市民投票的支持的 那他就有三萬九千幾票 那計起上來就一成八 即是未夠兩成 那就跟著就是唐英年 唐英年就是三萬六千幾票 那計起上來就十六個巴仙 即是一成半多些 那跟著到何俊仁 就是二萬五千幾票 那就是一成一 那多些 那大體如果很籠統地說 就是二十幾萬票就投了 那五成半就是叫喜權票 那有些人稱之為百票 我們就叫喜權票 有未夠兩成就是梁振英 一成半大就是唐英年 一成大就是何俊仁 大概分配就是這樣 有些是否左派那些報道就說 他說你這個搞法就是拿來搞 他說 因為你所說 那些人個個都是心裡有些氣 他才離頭 那當然是這樣的 你明明那些人已經有先決調 他不是一吐氣都不離頭 所以代表性 值得參考價值有多少呢 你覺得 就我們搞這個活動 即是跟你自己平時做的那些民意調查 就不是很同 是嗎 一定是 一定是 分別你會覺得是哪裏 我們有很多條題目去問 我們有很多背景資料去問 即是你年齡是怎樣 性別是怎樣 社會階層是怎樣 那做完之後 就有一個圖像出來 首先 如果我們說三個候選人 再加喜權 這樣 支持得是怎樣 有一個圖像 但我們也會解釋 就是可能不同背景 不同階層 他另外一個圖像是怎樣 人意調查可能也不是那麼簡單 只是選誰 可能有一個評分 可能有一些意見題目 那裏就可以做很多分析 但要注意就是 無論你抽1,500或者更多 這個圖像是代表全港市民 18歲以上的看法 這些是包括本身 是沒有什麼意見 或者沒有什麼興趣 處理這個問題的 不過你問到他便回答你 這樣 是無可口非的 我們想所有市民 讓我們知道 但是到投票了 民間投票 或者正規投票 你知正規投票 那裏要登記選民 登記選民又要出來投票 出來投票的可能一半都不夠 可能三成四成這樣 最後選舉結果 就是這些登記選民 可能七成左右 裏面的三四成 那便全港合資格市民 大概三成左右 最多就是四成 即更少一點 兩三成左右 這班出來投票的市民 就處理了問題 決定了這個結果 民間投票的角度是這樣的 如果你不參與 那就不要說你棄權 你的聲音是不存在的 在這個結果是不存在的 那你當然可以等民意調查 是沒有問題的 民意調查已經代表了你了 但是你不參與的時候 你的意見分量 是相對降低很多的了 那民間投票 其實都是一種公民參與 就是等於你上街也好 你投票 就是你民間投票也好 你正規投票也好 我們在民主社會中 尊重你的參與 你參與就可以 有多些的發言權 我們做投票的 最重要就是 你參與的時候 我們認為 投票的時候 是理性冷靜去投 就可以了 周圍不要被人騷擾你 不要有人看到你的票 而令你有一個壓力 那你表達了意見就可以了 那之前在票站外面 我講我們的民間和真實投票 我們的看法都是這樣 外面大家拉票是沒有問題的 你說我是A候選人 我希望那些人湧入去投票 那湧入去投票 動員來投票 很安靜很平和 沒問題 你說大家鼓勵去投棄權票 那你就動員 就是動員 動員的結果就是 大家比試而已 選票就是比試而已 所以我們覺得 理念上大家兩者是不同的 即是積極參與者 發言者 我們看他的意見是怎樣 變成民意調查 希望相負相成 實際結果出了是怎樣 看看 因為事實上 3.25、3.24 我們都有民意調查 是見到的 明顯地就是 民意調查代表性的意見 選擇棄權 或者引號白票的市民 是少很多的 即是比起投票的市民 是少很多 反過來講 參與今次民間投票的市民 很多是衝著這個制度上來投棄權票 是多了很多 那個動員力好像很強 或者那個吸引力是大了很多 但如果我們先撇除這班 即是真的在三個裏面選擇一個 他們之間的結構相當近似 因為梁振英依然在三個裏面最多 唐英年是僅僅和何俊仁 大家欠包尾 但基本上是何俊仁包尾 大家怎樣演繹結果 我就說了這個結果我不演繹 因為我們主辦的機構 大家怎樣想起的事 但民意調查我們可以演繹 亦有很多人演繹了 就是說何俊仁得票很低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沒有機會當選 社上亦沒有經驗 所以自必然會低票 在這個投票裏面也能顯示出來 即是我的看法就是 他拿出來的訊息和民意調查是不同的 你今次稍微虧本 你籌了多少錢 最後我們這一個禮拜 就沒有空看這條數 萬有錢倒進來 也不是的 也要停了 但是一個禮拜前 我們實收的大概八十多萬 那變成是夠的 我們覺得是夠的 因為你開這麼多個票站 對 我們突然間就 為何會突然間開這麼多 你也算很厲害 那就要用很多功夫 因為我們… 你是甚麼地方來的票站 就… 你開了17個票站 是呀… 不是學校來的 不是全部 應該說全部 即是你說大學就有些 但如果大學以外 那些是甚麼地方來的 有絕大部分都是民間機構 拍心口 就借給我們 不是政府的 又不是私人的 政府也有幾個 譬如圖門大會堂 圖門大會堂 借給你 是租的 租的 租嗎 即是你當是商業去租它 我們… 是否給你一個有儀價 還是市價 都不是叫有儀價 好像是… 市價很貴 我們跟回大學機構去租用 應該是用那個… 那挺好的 全門大會堂 很大 好地方很好 那是相當好 而且場地工作人員 都非常合作 非常友善 他們還給你職員 不是 他們看著我們 職員我們 如果職員流難 我們很麻煩 但我們見到整個活動 租場的時候 社長很困難 因為我們真是 逐個社區會堂 打斷外賣 即是逐個去求 即是因為你只有幾個小時 是嗎 我們原先是朝九晚九 也有12小時 不是 你初初不是有那麼多個場 你初初只有五個 你突然間要做到十七個 那你就很短時間 我們很短時間申請 即是在活動之前 兩個禮拜多些 就周圍去撲牆 因為 即是穩過 撲足十七個 那時候沒有十七個 那時候只有十五個 最後三二四 因為要再加開 那就撲得多兩個 又不是撲多兩個 有些本身三二四 就不行 即是三二三便可以借 三二四便要退出 那就唯有要改 但三二四便 三二三晚我們作出呼籲 又會多了些團體幫忙 最後實質地加了一些 但要注意就是 這十幾個場裏面 有五個我們叫流動站 即是貨車 小巴 小巴 即是 沒錯 即是在客小巴 即人們走上 小巴到頭 原設計是這樣 後來大家走到門口 投了便離開 即是不用上去 對 因為上了下落 原來都花時間 但設計就是 起碼借不到牆 找個位置 放個小巴 在那裏開 發覺 就 對 即是土法連幫 你有沒有找人拍他 應該可以做溫度紀錄片 我們就 當日有沒有人拍了些東西 我們就沒有預計要拍東西 當日沒有人做嗎 當日 自發的可能拍一下東西 都不奇怪 浪費了 這個 現在 剛剛要總結 也是策劃了 我們有個民間支援聯席 其他團體支持我們 在聯席最後一次會議 也有說 我們想現在開始搜集 多些當日的見證 對 包括文字的見證 很多朋友在Facebook 有些自己拍的圖片 有些可能是新聞圖片 很有意思 真的拍片 我想電視台有吧 我們來看看有甚麼新聞片 可以拿 但自己就沒有 沒有自圖片 你會被一些資料片拿 你買就差不多 可能有些在YouTube上 那你八十多萬都應該搞定 是嗎 我現在初步的估計應該搞定 因為捐獻 有些是來得比較遲一些 所以我們策劃的時候 尤其是去到中後段 即是籌款期 都有點擔心五十萬到不到 不敢預先投資很多東西 做電腦 或者其他建設 但到那時是2、2、3 正式去馬 當時四十多萬 去的了 做的了 都要勒著勒著做 變了不敢花錢 但後來繼續有見證 對 變成現在用不盡 我覺得是用不盡 或者還有些證 拍賣一些東西 做一套很好的紀錄 我們快會賣數 賣數 譬如現在說收集見證 我們支援聯席都談過 收集完之後 當然可能有一個很大的 所謂檔案庫 不知道放在哪裏 就是收集、文字、文集等等 那裏是會用一些資源的 所以就看看有多少淺證 在這方面做一些留多紀錄 另外就是 我們系統這次知道 頂不住 即有兩件事頂不住 就是原設計 沒有想到這麼多市民進來 即是就算網上 即是手機 我們希望這個系統 如果有資源證 就將它盡快建設得好些 令到下次再做的時候 這個系統是存在的 那不用籌這麼多錢 以及很快就可以啟動 一個另一個律師的投票 加強了這個系統 作為一個日後的部署 這個我們看看 剩下多少資源就會去做 這個加上 剛才說的一些見證的收集 可能就會七七八八的 但我們就說得很清楚 我們在4月23日 即是一個月後 活動一個月後 就會有一個財務的報告 讓市民知道 我們籌了多少錢 用了哪裏 有錢證 我們不會用來做民意調查那類的 而是用來在網上平台的建設 包括我們說的網上投票 即是民間投票等等 應該不用蝕 我們蝕不起 因為如果蝕我們 我們怎麼辦 我們會被人解僱 其實你整件事 亦是想推動網上投票 是 其中一個目標 所以其實就不太行 你說那些黑客也好 甚麼都好 其實周圍都有的 不只是香港 你這個特別敏感 但是是否網上投票 所以為甚麼政府 香港政府有時都談過 即是有甚麼方法來投票 網上投票都談 我們在立法會 我們都很有戒心 而且有時你點票 大家差不多票 再點多一次 即是查一查 你網上都不知道票去哪裏 你想覆核你怎樣弄 我們覺得很擔心 現在講這個技術 要看遠些 整個世界 和現在的發展路向是怎樣 我們今次當然有一個經驗 即是無論手機上網 或是我們預計到站都是上網 即是打電腦 喜歡自已 裏面我們有一個民間機構 還講這麼少的資源 明顯地 我們遇到黑客 就算政府做可能 也有另類黑客 那些黑客可能 搞完你走了你都不知道 即是換了票 換了票你都不知道都可以 這些就是要相當 慎密的一個建設 資源一定是很多 因為我們較早前 都問過那些電腦專家 我們怎樣可以防止黑客 那些黑客 答案很簡單 即是我用一個類比 即是原來這個工防戰 就像扯大艦一樣 即是你有一條繩 很簡單的一條繩 我和你角力 這樣 那你是一個黑客 我又不知道有多少資源 我不知道你有多大隻 你一拔過去 輕輕你拔過去 那我當然拿點力拔過來 防止你去扯我的系統 那原來你可能是很大力的 你扯幾個大隻佬 和你拉 我是不知道的 黑漆漆的 那到最後 原來一條簡單的問題 我們可以投入無限的資源 是無限的 因為原來是沒有辦法 百分之一百 倒折這個漏洞的 所以我們要在民間建設系統 或者官方也好 去到一個位置就算了 即安全係數可能去到九百九百分 就不可以再過 好了 就當這是網上安全永遠不能百分一百 那外國在發展什麼呢 那有很多種方法 即暫時這個技術 譬如有些 他又說 擔不擔心全部網上系統 沒有積可尋 即是你說 我投了票 但原來黑客改了我的票 那我又不知道 信他而已 那有些系統 原來打個收據給你 即你投完票 打個收據給你 那收據呢 那收據呢 沒錯 可以是電子收據 即你儲存 需要的時候拿出來 就不是叫你圓兜兜 等於拿回選票給別人看 就是這樣 但你可以有個收據 這是電子收據 一文字收據 而你剛才說的那個 就是說 如果我扔回紙張收據 就等於拿票走 那又有些想法 越講越遠 有些說 收據原來是一個密碼 就是一個大家都看不明白的密碼 但是一堆的數字 但是這堆數字 如果是需要驗票 法律上需要驗票 你又拿回去 在系統上讀一讀 那它就會還原你的選票出來 就是你當時是選項這樣 所以如果出現一些異常情況 即我講全電子系統 需要驗票 需要自己都要肯定一下 我們有沒有被人騙了那張票 你就可以經過一個比較複雜的程序 都能找到你的票出來 如果要建設系統 當然不要想 哇很複雜很複雜 當然是 但是它是不是不行 又不是不行 因為電子投票最好的優勢 現在就是說它便宜 即建設系統之後 不算黑客那些 市民在投票的成本代價是低 因為很可能在自己網上 有適當的設施便可以做到 還有點票不用那麼多張紙張 搞那麼久 這些優勢 始終以後高科技一路下去的時候 我自己覺得都是要走的 因為保密當然是需要 但是在一般市民心目中 有哪樣保密程度的要求 會高於你的電子銀行 即是你整副身家 兩次被人搬走 你不害怕嗎 但現在不是很多人 在用電子帳戶電子銀行 用很多雙保物 很多種形式 下人家打保體 其實它已經電子化了 如果你不怕你的身家被人偷了 你理論上也不應該太怕 你那張票被人偷 我沒有電子 你開電子 你有沒有嗎 我有 你對電子有信心過我們很多 當然不有空 如果每一次去銀行拿錢 我就走到機場拿 你大學都有很多機 走去按一下便行 我連八達通 有些八達通是個人的 那次是被人賣的東西 我都不會放個人 我現在完全不相信這些東西 你明白嗎 那你就絕對安全 也未必絕對 不過就是我不信任 但你覺得無可避免 我就覺得大勢所趨 都是要這樣走 不過就是 何時才走到那個位置呢 就算我們現在想想 下一次 如果真的下一次 搞一個同樣的投票 我想像 吸收到這次的教訓 就一定 怎樣電子投票都好 到站都電子投票都好 我一定是擺定 一堆預設的選票後期 就是因為有些時候 可能突然要用 或者有些市民 可能他真的不相信 這個電子系統 他說我堅持 那你有一個站 你就給他投紙 沒錯 我覺得 都應該有這個選擇 給市民 但在操作上 就複雜了 起碼你要多些選票 整個操作 要多很多人 我那天看來那些票箱 都像那些 橙箱 爛紙箱 因為我們原本 沒有遇到有紙 已經很厲害了 香港市民真厲害 爛紙 他又真是 當正他是真樣的 走上去 我們真是很認真看待這些 雖然看起來很殘破的紙箱 我們保護他 開票時 也很小心私隱 還有我們在銷毀的紙箱選票 原來也有些學問 對 因為 就這樣撕掉了 但我們很擔心 正常人 就會想 怎樣把紙的票 撕毀 你便燒了它 我們也想過 怎樣可以放一把火燒 雖然不環保 但怎樣燒了它 想來想它是燒不到的 爲爲 爲爲 我們去哪裏可以燒呢 我們又不可以去廟宇裏燒 那些應該是留給宗教的儀式 你不可以 大學不可以這樣燒了它 大學 燒真的不行 最後結果也是不行 我們都不知怎樣去 那些碎紙機 沒錯 你這種是第二種 就是不要燒 也不要那麼不環保 就閘爛它 但是閘爛它 幾萬張很辛苦 還有 你的過程也很難 所以我們找了一輪之後 雖然我們以前也有些機密文件 是有一些專門做 即是紙張回收的 是專事去收一些機密的資料 它會給你一個紅膠袋 即是很大的那些 就說你給它 它就保證是很安全的 就消滅這些紙張 但是我們這次也不放心 我們問得很清楚 你怎樣燒呀 即是怎樣毀滅呀 他們給了我們的答案 都是說很有趣的 就是叫做 將紙張纖維徹底破壞 我們考慮了很久 什麼叫紙張纖維徹底破壞 我們簡單一點 我們的要求就是 我們找個職員陪著你 就是收了這些紅色膠袋 裝著很保密的資料 你會消滅它 我們就看著流程 到今天為止 我們定了時間 就是明天就會完全消滅 但是這個過程 我們也想學習一下 如果不是因為有些紙張投票 我們從來都沒有想過 那麼複雜 或者幾千張票 我們很容易碎了 你都不知道他怎樣做的 我們未知怎樣做的 當然我們很有信心 他是專業的專業機構 只不過平時都得夠的 所有官方保密文件都這樣做的 其實你的票又沒有人的名字 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你那麼緊張呢 其實是沒有的 因為當我們 有什麼私人呢 就是現在你套了信封 你拆了信封 就拆了信封 分了 分了一張票便變成票 那些票 有些自己寫而已 對 都不是票 那些我們不太緊張 因為那些票是沒有識別的 但是 信封本身就有一個新的小號碼 有一個號碼 那裡比較緊張 理論上你拿到號碼 都不是一個什麼事 又不知是誰 又不知是誰 但始終他都是身份證號碼 我們不想有人 就是撿著說 這個號碼是投了票 或者怎樣也好 所以我們對那些是緊張一點 但是有這樣想 選票呢 理論上是很安全的 就是隨便放在街上 把垃圾桶都可以 但如果有個市民 他不小心寫了自己的身份證 當然他又不對 或者犯犯 寫在身份證內的選票 如果他自己寫 那當然不要 當然那個責任不在我們那裡 大家不是叫你寫在選票那裡 但是我們也不想有這個機會出現 因為有一段時間是叫市民寫選票的 身份證是寫在另一處 如果他真的不小心寫在一起 寫在一起 始終在我們拆過裏面 是見到有一幾張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都即時將它毀滅 但是怕那些有 有身份證號碼的選票 即是沒有效的 極少的 極少的 那你們會否做多些事 用這個網上投票去講 偵測意見 我覺得今次是建立了一個系統 你不用等下一次選舉 首先這個系統我們要再完善 然後整個社會文化也似乎有多接受 但我們要思考下下一步是怎樣 的確如果有一些重大議題 民間有這樣的需要 我們系統就完善了 我又覺得可以再做 自然完善 你一整人又被人攻擊你 如果你說說二十三條 至少一秒鐘二百萬激 你玩完了 不要緊 到時二百萬激 我們已經準備了後備紙張 但可能要排隊排很久 這也是一個很厲害的武器 今天我們多謝鍾廷耀博士 下次他減網上投票 你們要記住支持他 多謝Varway 多謝Amy 多謝 拜拜